郭文貴議員 好謝謝 先請這個國安會孔主委跟經濟部陳次長 請問孔主委跟次長 那個上次主委 邱仁早安 我關心這個三大投資方案 他的相關的額度 中小企業跟跟隆台灣方案 後來你們決定加碼多少錢 就是我們今天這個禮拜會做協商 不是上禮拜就做協商了嗎 我質詢是兩個禮拜前 對對對 那現在最後confirm 很多人在排隊 是是是 後補到五六十號 何欣存委員剛才也提到這個問題 是 中小企業需要資金的調度 那你們這個應該可以做一些調整 宏觀調控嗎 會 會 那什麼時候會決定這個最後的金額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我們已經有召開這個跨部位協商會議 那那個你新加碼 如果要移到中小企業或者跟隆台灣 那你這個加碼的貸款條件 會不會 會不會因為這門檻提高 這要看就是說 他經過一些討論 因為當初的這個 這個補助的手續費 因為原來我舉例 中小企業過去那時候大概是市場的利率大概百分之三 對 所以我們提供1.5的這個補助 那現在市場上的利率大概是1.6 對 那所以這個部分如果完全不調的話 可能 這個 所以要廠商可以接受的範圍去調整 你不要說是調整之後讓他們這個 貸款的這個門檻或者難度 難度不會 難度不會 難度是一樣 我希望最快的時間之內 你說這個禮拜 是這個禮拜 然後定案 讓這些需要資金的這些中小企業 跟這個 跟台灣這些企業 能夠得到政府的益助 同意 同意 另外 這個 海外資金回台 海外資金回台 目前金額 目前實際的金額多少錢 大概兩千多億 兩千多億 那主要是偏向哪些行業 因為他是財政部主管的 大概兩千多億 應該是要貴同你們吧 我可能要從財政部那邊了解一下 主要還是這個 金屬基電 金屬基電 電子資訊 民生化工 這些我都 都幫你們整理好了 所以總共幾件 直接跟間接加起來幾件 這個 因為 我可能要繼續問一下 因為 我想經濟部那個城市長知道嗎 是因為是財政部在主管 他這個資金回來金流就財政部知道 他也有一些對外道 這個金流是財政部主導 但是你投資的業別 你們應該有一些的資料 你要不要集中 你要當然是需要台灣的 台灣需要的產業 來請他們來回台投資嘛 是是 你資金的引導 資金竟然是財政部管 那資金的引導要投資在哪些產業 是你國發會跟經濟部應該會同去處理的嗎 我們如果經過審核 目前大概審核通過 直接投資有338件 那間接投資有13件 這個是我們審核通過 這個我們有掌握 這個資料我都有 是是 都有都有 所以集中在電子資訊 民生化工 金屬基電嘛 是是 其他業比較少 沒有錯 這些大概加起來 847億的投資金額嘛 對 那 投資的區位分部啊 這大概跟你國發會 跟你經濟部有關係 是是 北部144 中部90 南部只有55 我需要做到區域平衡 東部只有一件 那最起碼南部啊 不要跟北部差太多 南部只有北部的這個五分之一耶 三分之一耶 所以你們要投資區位的引導 比如說 橋樓科學園區 未來或者這個 路數科學園區 是 報委員 這個 我們在福島的時候 我們 是我們都建議廠商 盡量往南部走啊 那 這裡面有些媒合的問題 我們繼續來努力 你還這樣有些誘因啊 是 就是給他們更多的誘因 再往南部走 是 或者給他們跟廠商的行政的指導 或行政的建議 這不是很好嗎 從數據上我是覺得不滿意 結果 大部分集中是中北部 中北部加起來就240件了 南部加起來才55件 所以這個部分啊 我希望說 在未來 如果還要回來投資啊 這些投資的區位 能夠盡量導引到南部好不好 好 是我們會再盡量跟廠商建議 好 謝謝 另外這個產業面對五缺問題 水電 人才 這個土地都會面臨相關的問題 那很多的資源集中在半導體 那對傳統產業會造成一些排擠效應 好 比方說造紙業 造紙業 因為這個缺料的問題 然後這個如果按照缺料問題 他可以按照關稅法 調節這個物資物資的這個相關的物資規定 關稅法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紙箱的模式 這個是誰去協調放寬期休業的勞動力限制的限制 是哪一個單位 金融部 對對對金融部 報員 由你們去協調 紙的進口關稅線都已經零關稅了 那這個紙箱啊因為原物料有漲 現在我們希望協調控制這個漲價 不要超過10%到20%之間 因為廠商進料 他本來原物料就有漲 那這個審副業長在行政院層級已經召開 他供給沒有辦法出來啊 所以他就漲 那我們也協調勞動部非常幫忙 非常感謝勞動部幫忙 同樣模式 你可以協調勞動部來趕工 幫換這相關的規定 那這個鋼鐵業呢 塑化業呢 鋼鐵業部分原物料也是有漲 但是我們盤過 目前他進口的原物料沒有問題 那他的這個鋼鐵業啊 是國際間的行情有漲 但是我們國內的漲勢還好 現在控制住 這國內產業沒有塑化業 那塑化業呢 塑化業主要是油料的問題 因為油料他是因為比較基準 以前太便宜了 現在漲上來 我接到的反應當然是指啦 指對沒錯 另外鋼鐵 我這個我的選區很多鋼鐵業 鋼鐵業也向我們反映這些問題 是不是可以比照這個職業的模式啊 來適度來放寬這個勞動力的限制啊 這個經濟部再跟勞動部再去協調一下 所以我們回去研議一下 還有塑化 是嗎 這個南部啊 高雄是塑化的重鎮 所以我接到三大產業都給予這個反應 希望能夠比照這個職業的模式 來適度放寬勞動力的限制 我希望說 呃次長 你再去跟勞動部再做協調好不好 我們回去研議一下 是 謝謝委員長 好另外啊這個 呃 流財染財齁 美國商會是希望說這個 呃 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全球前五大的 全五百大的大學畢業生 就是我個人 沒有需要兩年的工作經驗變可以來台 那後來這個沒有通過嗎 不是沒有通過就是說 因為我們跟勞動部協商以後 勞動部可以 他用通盤的理解 會把這個 會把解開這個限制 我聽說美國商會對這個有點不滿 啊 就是問題會解決啦 只是說有沒有放在專法裡而已啊 問題一定會解決 我應該覺得應該你要懶財 就是應該把這些限制 不必要限制把它這個取消嘛 齁 這 人才 是 那這個 他已經承諾說會 會處理這件事了 好 這部分你要重視一下 是 不知道懶財只有口號 沒有實際作為 或者作為很保守 這不太好齁 是 另外這個工業土地啊 齁 就提供設廠的土地啊 這應該屬於經濟部職權啊 是 這個目前可供設廠的土地 全國大概還多少 還有 四百多公頃 四百多公頃是閒置的嗎 是閒置的啦 那你這個 真的不是閒置的啦 閒置的我們都強制他要拍賣 強制你有拍賣的時間點啊 有三年啊 對不對 對是是是 我是希望長制的效果強度要增強啦 你看三年啊 欸 那三年這個也很久呢 能不能把它 現在有修法把它調了兩年 我覺得是一年你不設廠 我就 我就把你強制買回了 或者一年半 這未來這個 欸 這因為法律裡面規定要的話 這我們回去研議一下 要修法啦齁 從延區規範 不要常常你們要囤地啊 我們也反對這個行為啦 所以你就把這個時間點把它從三年 降到兩年之後 我覺得更 我希望能夠降到一年 他會買這個土地 他相關的設廠計畫已經完備了嘛 這個謝謝 應該可以馬上投產啊 或者馬上設廠啊 如果大院支持 我們回去研議一下 我們當然支持啊 好 另外啊 台積隊在歐盟 歐盟一直向這個 我們的半導體業 這個 招手嘛 這台積電 那台積電 有沒有興趣 或者有沒有可能去歐盟 這些國家來設廠 經濟部了解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跟台積電討論過 台積電一定會把最先進的自身 留在台灣 那他有一個商業決策 全球布局啊 這個部分我們都 所以應當時候留在台灣 不會去歐盟啦齁 不是 他要去歐盟布局 他有他的商業決策 但是最先進自身一定會在台灣 有可能去嗎 這個不知道 先進自身已經留在台灣 是 最先進自身可能會到歐盟 他這個根一定會在台灣 是 那根當然留在台灣啊 是 所以你說根之外 他的資業可能會跑到美國 或者是跑到歐盟 看國際局勢來做一個全球布局 歐盟給台積電壓力大不大 目前看起來還好啦 給經濟部的壓力大不大 不大 不大 所以聽起來可能不會去的齁 這樣我就比較放心了 來 剛才這個何欣存委員提到齁 工具機是我們重要的出貨產業 還面臨到匯率跟物料大漲的問題 這麼大這麼快 這麼不完 要錢越貪越少 利潤越來越少 匯率的問題 原物料大漲 經濟部有沒有什麼方案可以去協助 我們工具機啊 在度過這一波的這個狀況 匯率的部分 因為中央銀行 我們有跟中央銀行密切在討論 希望幫助傳農產業 能夠盡量來協助傳農產業 那你要拿出解決的方案 就是說你面臨到匯率的問題 你非超市在你嘛 是中央銀行 然後呢 這個物料大漲 工具機的物料大漲 你要去跟工具機的廠商 特別在中部跟南部 了解他們目前需要政府做什麼樣的協助 有有有 我們跟工具機業者很密切在接觸 那他們最關心什麼問題 是是 我們跟他們很密切在討論 這個各方面的產銷協調都有在發 最近 最好是經濟部在跟最近的狀況 匯率 然後原物料大漲 在跟工具業者再做一些的座談 我們回去這一兩個禮拜內就再找工具機 主席再三十秒 是是是 被高雄 就包括我的選區決定永安 咪頭指官 這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 是屬於優先推動鄉村市區 但是我提了很多的這個名字提案 高雄市政府也提了很多的這個方案 但是沒有一項在國外會獲得通過 他們還沒有再送來 對 我們輔導以後那請有一些修正 但是現在高雄市還沒送來 海洋局還沒有送來 所以我們盡量再推出他 我希望齁 他是跨鄉政 你是優先區域啊 這個你就是要優先照顧 投入更多的資源 因為他跨區域他要做一些整合 那那個海洋局他們也需要做一些整合 那我們希望他要盡快 那給市政府更大的壓力啊 我沒有辦法直接對市政府壓力 但是你中央政府可以直接給對市政府要求 我們會主動跟他講說 提出計劃之後 針對這個決定永安彌陀 指觀這個國會地方創生計劃大力支持好不好 我們會支持啊 我們會支持 這個支持沒有說要大力啦 我告訴他大力啦 他趕快報上來吧 後來後來我會叫他趕快報上來 但是你要大力支持 OK 好 謝謝